大家好,我是小老闆 我的频道主要讲旅游跟生活相关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也是旅游跟生活的爱好者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分享我的影片 今天小老闆要跟大家分享 日本人跟外星人的关系 日本人是大和民族 其实大和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是非常的骄傲 但是对于大和民族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都众说纷纭 很多证据都指向 大和民族是神的子民 那神在古代通常就是外星人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呢 大和民族到底是不是外星人的后代呢 你听听小老闆今天收集的几项证据 证据一 日本发现了跟火星上神秘建筑长得一模一样的古墓 英国的美日邮报报导 有一些外星人猎人 Alien Hunter 找到的火星人存在地球的证据 这些外星人猎人宣称 在火星发生灾变之前 有一部分的火星人逃到了地球 并且定居在地球开始生活 证据呢就是最新观测到火星的照片 在上面呢发现一个神秘的建筑 这个建筑呢跟日本的古代坟墓简直是一模一样 他们是用Google Map Earth跟Google Map Mars 做了一个比对之后发现 在火星上面呢有一个神秘建筑 跟日本的古墓呢长得是一模一样 日本的古墓呢是古墓时代的古墓 古墓是古墓时代的古墓 古墓就是古墓 建造于西元前三到七个世纪 距今呢大概就是2400年到2800年左右 主要呢是埋葬日本的国王 王后跟王室的贵族 有类似钥匙孔的那种惊叹号的形状 在火星的神秘建筑呢 基本上也是长得一模一样 因此很多专家推定 这是呢外星人曾经在地球上面居住过的证据 那非常有可能呢是古代的日本皇室 曾经跟外星人接触过 甚至呢由外星人协助打造他们的坟墓 日本皇室呢被认定为是天神的后代 这里面讲的天神呢会不会就是火星人呢 第二个证据 天皇都没有看到的日本开国三神器 香老板呢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天造大神被弟弟虚左之南下道 然后躲到山洞里面的故事 那请看上面的连结 后来众神明以八指径 八尺穷勾玉还有热武 引诱天造大神出来 让世界重现光明 三神器呢后来透过天造大神的子孙 穷穷五尊传给他的重孙 神武天皇 那神武天皇呢就是日本的第一代天皇 去年五月新的天皇得仁天皇继位 在仪式之中继承了日本的三神器 但是呢因为三神器实在太过神圣 一直都放在井河里面 连新的天皇呢都没有亲眼见识过这三神器 据说第六十三代日本天皇 冷泉天皇 不知道有没有温泉天皇 有吗 这个冷泉天皇呢曾经把装着八尺穷勾玉的盒子 偷偷的打开来 立刻冒出震震的白烟 天皇呢当时非常的惊吓 立刻命人把盒子合起来 传说中打开盒子看到神器的人呢 眼睛会失明 所以呢这三件神器至今 没有人知道它实际上长什么样子 日本呢最早发现的勾玉是在神文时代 造型像弯跃的勾玉 通常上面都有穿孔 长度呢不会超过十公分 但是以古代人的技术 如何能精巧的雕琢非常坚硬的玉石呢 而且还要在上面打一个小小细细的洞 而三神器中的八尺穷勾玉可是有八尺这么长耶 八尺呢大概是180公分 实在是难以想象古代人要如何雕琢出这么精细的东西 所以很多专家推测这些勾玉呢 非常有可能是外星人接触地球的杰作 第三个证据 外星人曾经出现在北海道 北海道鱼士丁的福贝洞窟呢 是一个被认为是外星人曾经光临过的地方 福贝洞窟呢在鱼士湾 藏在一个大岩石的底下 一直到1950年 有一个中学生大总成支柱 在这个海湾游泳突然发现的 这个洞窟呢基本上非常的小 它呢是用爬行爬进去的 隔年考古学家 人类学家及地质学家 组成了调查团队 开始对这个洞窟呢进行挖掘及研究 当时呢发现了大量的土气石器 骨气还有火炉的痕迹 根据考证 这些东西都有1500年的历史了 在洞窟的深处 有超过200幅的壁画 壁画上描绘的是人类野兽鱼跟船 其中最奇妙的是 身上呢长着翅膀 或是头上长着脚的人 那这些人呢被原住民艾奴族呢 称为天神 大家知道地球上根本没有长着翅膀 头上长着脚的人类 那这些呢 非常有可能是当初造访地球外星人的长相 第四个证据 日本的国宝 遮光气土偶 1904年 日本的考古学家 在青森县的硅刚遗迹当中 发现了这个神秘的土偶 之后在日本的东北地区 陆续的发现 类似的土偶 这些土偶呢 眼睛超级大 但是看起来 很像是戴上了墨镜 所以被称为是遮光气土偶 日本人呢称为欧帕兹 欧帕兹的意思呢 是制造的技术水准跟当时的年代不相符 的人造遗物 考古学家鉴定 这些土偶 是神温时代后期的产物 距今呢 大概是4000到5000年前 经过科学 及考古学家综合研究 发现这个土偶 必须在摄氏900度的高温之中 连续烧至40个小时 才能制造出来 这个土偶特殊的硬度 比现在的技术还要进步 因为当时的人类呢 根本没有这样的技术 900度要烧40个小时 请问在烧木材的年代 如何制造出900度的高温 日本政府把这些遮光气土偶 列为日本的国宝 遮光气土偶呢 除了超大比例的眼睛 嘴上呢 还有过滤器 头部呢 还有像天线一般的装置 身上的螺旋纹 有古墳时代的符号 这些土偶除了作为神温时代 人们祭祀的象征之外 其实呢 这些土偶呢 也就是神的造型 再次间接的证明 外星人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神 另外遮光气土偶呢 曾经出现在 《火影忍者》 还有《首种自从》的漫画里面 第五个证据 日本赤城县海域 曾经出现像飞碟一样的东西 叫做虚舟 这件事呢 发生在1803年 当时呢 一些日本的渔民 在赤城县的海域上面 发现了一个造型很奇特的船 浮在海上 于是呢 这些渔夫呢 就把这个造型奇特的船 拖到岸上进行调查 根据记载 这艘船呢 是圆形的 长度呢 大概是5到10公尺之间 外层呢 有铁制的船壳 跟玻璃的窗户 窗户上面呢 还有些奇怪的几何形状 打开船舱之后呢 发现里面呢 有一个奇装异服的女人 年纪呢 大概是18到20岁 身高大概是1.5公尺 手中呢 抱着一个大箱子 不愿意让别人看 也听不懂当地人说的话 当地人也听不懂 这个女子在说什么 后来这些渔夫决定把虚洲呢 送回原来的海域 之后就再也没有这艘虚洲的消息了 日本各界对于这个虚洲的看法不一 历史学家认为呢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但是根据遗留下来的画册 描述的内容 很多飞碟研究专家都认为 这个是外星人的飞碟 来地球巡视的事件 第六个证据 日本国画里面 曾经出现的外星人 古代日本绘画之中 常常会画到一个叫做 Cannon的生物 传说这种生物呢 会出现在沼泽跟河床附近 就是我们俗称的河童 在这些古代的绘画之中 非常一致的是 河童都没有穿衣服 爪子蛮长的 脸上呢 有一个三角形的眼睛 跟深深的凹陷 尖尖的嘴巴 跟长长的鼻子 头顶是一个圆盘状 上面通常都素有四根刺 样子非常像四根天线 Cannon不但可以在水中行走 它还会升空高速的飞行 如果它不是外星人 还会是什么呢 以上六个证据 充分地指向 日本人非常有可能 是外星人的后代 或是曾经长期 跟外星人接触 如果你也是 飞碟外星人专家 在下面留言 跟小老板讨论一下 到底日本人 跟外星人 有没有关系 那我们今天呢 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